灵魂是否存在 意识是否随着肉体的消往而消失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有一个谜团始终悬而未决 灵魂是否真的存在 如果存在 它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 今天我们将一起探索这个古老 而又充满现代科学探究的话题 自古以来 人们就对生命的本质和死亡之后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诸多宗教和哲学体系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科学 特别是最新的研究时 会发现令人震惊的证据正悄然揭示 灵魂可能不仅仅是一种信仰 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现实 按照进化论和现代科学的观点 人类的意识被认为 仅仅是大脑中的化学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跨出物质主义的框架 从量子物理催眠回溯 儿童的前世记忆到冰死体验 我们将找到灵魂存在的可能证据 从荷兰医学家P.I.M. Van Lama的冰死体验研究 到E.M. Stevenson和Jean Tucker 关于儿童前世记忆的试剂调查 再到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罗杰彭诺斯关于量子与意识的理论 每一项研究都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大门 那么让我们开始这次探索之旅 一起揭开灵魂存在的证据 探讨它对我们理解生命 意识乃至宇宙本身意味着什么 请准备好 这将是一次思维和认知的冒险 它可能会挑战你的世界观 也可能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启示 灵魂的科学探索 在现代科学的长河中 一个不断扩展的疆界是对灵魂和意识的探索 虽然传统科学视角倾向于物质主义 认为意识仅是大脑活动的产物 但近一个世纪的研究 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 更加复杂且神秘的图景 荷兰DraftPromwell LAMMD的开创性工作 在2001年 它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统计和分析了 62例冰死体验MDE案例 研究发现 24%的参与者报告了出题体验 而31%的人感受到了 在隧道中行走的经历 这项研究引发了 对冰死体验背后神秘力量的广泛讨论 如果仅仅从生理和心理角度 无法完全解释这些体验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存在某种非物质的超越的意识形态 在东方 中国天津安定医院的冯志颖教授 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1992年 他们调查了32例 在唐山大地震中的 冰死体验案例 令人震惊的是 近半数的受访者 报告了灵魂离体的感受 并且能够从天花板或空中 观察到自己的身体 紧接着是人们描述的 灵魂离体经历 更进一步 Kenneth Ring博士 和他的团队在美国内华达大学 进行了一项独特的研究 他们专门研究了 有冰死体验的先天性盲人 这些人在冰死的瞬间 不仅体验到了灵魂的出体 还能够看到自己 及周围的环境 就如同具有正常视力的人一样 在追寻灵魂存在的证据过程中 Kenneth Ring博士 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令人震撼 他们关注的是一群特殊的人 那些天生就无法看到 这个世界的人 却在冰临死亡的瞬间 但在那一刻 我看到了光 看到了色彩 甚至看到了人们的脸 他们看到了医院的房间 他自己的身体 以及周围的医护人员 对于约翰和其他参与者来说 这种体验是如此的真实和震撼 以至于他们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 但这些体验 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信念 我们的存在远远超越了肉体 灵魂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在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我看到了远处的山脉 感受到了风的轻浮 甚至闻到了花香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奇的 因为我从未真正看到过这个世界 Kenneth Ring博士的这项研究 不仅向我们展示了 冰死体验中存在的可能性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了视觉 感知和意识之间的关系 这些先天性盲人的 冰死体验挑战了我们 对于现实和存在的传统理解 在探索灵魂和意识的边界时 我们发现的不仅是生命的奥秘 更是关于存在 感知和连接的深刻启示 这些研究结果 挑战了我们对生命 意识乃至死亡的理解 他们提出了一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假设 在我们的身体之外 存在着一种 不受物理限制的意识形态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灵魂 当然 这只是灵魂探索旅程的起点 量子物理 催眠回溯 前世记忆等领域的研究 都在为这一神秘议题提供着更多的证据和可能性 在探索灵魂存在的奥秘中 有一个研究领域特别引人注目 那就是儿童的前世记忆 这些记忆 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 是解开灵魂不灭之谜的关键线索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伊安斯蒂文森教授 是这一领域的先驱 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斯蒂文森教授收集了超过两千个儿童声称 记得前世的案例 退休后 他的同事 Jean Tucker 继续了这一壮观的工作 将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这些案例中 孩子们能描述出 惊人的前世细节 他们的前世身份 生活的地点 甚至是他们如何死亡 更令人震撼的是 许多情况下 研究人员能够验证 这些记忆的真实性 那里有很多很高的建筑 我记得我穿着很奇怪的衣服 像是 很久以前的衣服 你还记得那个城市的名字吗 或者其他任何细节 亚历克斯眉头微皱 思考 我记得有一个很大的追忆 钟声很响 还有 我记得我叫做 约翰·马洛伊 我是一名医生 研究员认真记录着 亚历克斯的记忆细节 为研究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通过深入研究 他们惊讶地发现 在十九世纪的伦敦 确实有一位名叫 约翰·马洛伊的医生 他的生活和亚历克斯的描述 惊人的一致 亚历克斯 满脸好奇 那是我 对吗 我真的在那个时候活过 研究员微笑着 亚历克斯 你的记忆 给了我们很多思考的地方 这可能是我们探索 生命之谜的重要线索 我们每个人的记忆 是不是都藏着 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在前世记忆的探索中 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 是一个小男孩 坚称自己的前世 是一名遭遇不幸的警察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能够准确提供凶手的信息 经过仔细调查 研究人员竟然发现了一个 与男孩描述完全相符的案例 这不仅挑战了我们对记忆和意识的理解 也提供了灵魂存在可能性的强有力证据 另一个案例中 一位小女孩 详细描述了 她在前世的家庭生活 包括她的前世孩子们的名字 当研究人员根据她提供的线索 进行调查时 他们发现了一个完全匹配的家庭 那里的成员确实是如她所述那般存在过 这些案例中 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孩子们通常在非常年幼的时候 开始讲述他们的前世记忆 而随着年龄增长 这些记忆往往会逐渐淡化或完全消失 Stevenson和Tucker的研究 不仅为灵魂存在的论证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也挑战了我们对记忆 意识 乃至生命本身的理解 在许多文化中 轮回转世的观念 深深植根于人们的信仰之中 而这些科学研究 似乎在为这些古老信仰 提供了现代的证明 当我们发现 灵魂的存在于本质时 科学界的一部分研究者 转向了量子物理学 正义描述物质世界 最基本层面的理论 而在这个围观世界中 有些现象似乎为灵魂 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庇护所 罗杰·彭罗斯 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就是量子理论与意识探索领域的佼佼者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意识和灵魂可能是量子过程的产物 彭罗斯认为 彭罗斯认为 人类的大脑并不是简单的信息处理机器 而是一个复杂的量子计算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 微管是一种遍布在神经元中的微小结构 可能是量子计算发生的地方 与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的 意识研究中心主任 Stuot Amorov合作 彭罗斯提出了微管量子目标 还原调谐 Org-2理论 这一理论指出 微管内的量子叠加状态 可能是意识产生的关键 在这个理论中 量子叠加态允许微管内部的量子比特 同时存在于多种状态 直到一种叫做目标还原的过程发生 使得量子比特弹缩至一种确定的状态 彭罗斯和 当然 量子与灵魂的交织 这一名精神科区医生 这一名精神科区医生 这一名精神科医生 也彻底改变了他对生命 甚至还有他作为一位在中世纪欧洲受尊敬的治疗室的经典 更让魏斯博士震惊的是 凯瑟琳在催眠状态下 还能够传达出神灵的信息 这些神灵不仅向他提供了个人的治疗指导 还向魏斯传递了有关生命 死亡和灵魂循环的深刻洞察 这些体验极大的挑战了 魏斯博士的世界观 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和研究 他最终决定将这些发现公知于众 撰写了前世今生一书 这本书迅速成为畅销书 引发了全球对于灵魂 轮回和催眠探索的热潮 通过凯瑟琳的案例 魏斯博士不仅展示了催眠疗法 在治疗心理创伤中的潜力 更重要的是 他为轮回和灵魂存在提供了令人幸福的证据 开启了人们对生命更深层次理解的大门 探索彼岸世界 在人类对灵魂之谜的探索中 Michael Newton博士的作品 转世之间占据了一席之地 通过深度催眠技术 Newton博士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 常人难以触及的领域 彼岸世界 在数十年的志愿生涯中 Newton博士通过催眠回复技术 让成百上千的人重新体验了他们的前世记忆 并探索了此完之后的生命状态 这些人描述了一个充满爱与智慧的灵魂世界 那里不存在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灵魂们在彼此间以思想和情感进行沟通 说中的叙述揭示了灵魂的成长旅程 包括灵魂小组的概念 生命计划的选择以及灵魂进化的过程 Newton博士的工作 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让我们得以一窥 生命的终极意义和宇宙间连接的深度 另一位在探索灵魂与超自然现象领域中 留下深刻印记的人物 Edgar Case-埃德加凯西 凯西被誉为沉睡的先知 凯西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催眠回溯能力 在催眠状态下 他能够访问人们的前世记忆 提供未来的预言 甚至给出医疗建议 凯西的预言和治疗建议 在当时和今天都显示出惊人的准确性 他的书籍及绘画中 透露了人类历史上 未被记录的深奥知识 包括失落的文明如亚特兰蒂斯的存在 以及人类灵魂进化的道路 心灵式建设者 这是Edgar Case的总结 Michael Newton和埃德加凯西的工作 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他们的发现不仅挑战了我们对生命 死亡和灵魂的传统认知 也为人类提供了对宇宙更深层次理解的可能性 科学界的其他探索者 等于追求宇宙终极谜团的科学家们孜孜不倦 其中一些科学家和知名人士的研究和成果 前述如下 斯图亚特·哈莫鲁夫 多特·艾莫朗夫博士 他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学意识研究中心负责人 与英国物理学家 罗杰·彭诺斯爵士合作提出了 与意识有关的量子理论 称为调写客观还原理论 Org or 真意理论认为 意识来源于大脑中微管的量子行为 为灵魂与物质世界的联系 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丽莎·兰道尔·丽莎·Randall博士 哈佛大学著名物理学家 她的研究涉及量子物理学和灵魂的存在 兰道尔博士的理论 为理解灵魂如何在多维宇宙中存在 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物理框架 雷蒙德·埃穆迪 Raymond 埃穆迪 被誉为冰死体验之父 他的著作 《死亡回忆》 Life After Life 以1975年出版 成为超级畅销书 全球销量达到1300万册 他的研究推动了冰死体验 进入西方主流医学的事业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Elizabeth K. Blur Ross 他是一位著名的瑞士美国精神科医生 以其关于死亡 临终和哀伤的研究而闻名 他的工作帮助改变了人们对死亡 和冰死体验的看法 五三帕尼博士 他是纽约大学 格罗斯曼医学院 重症监护和复苏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领导了关于冰死体验的 Aware研究 该研究旨在大范围调查 在冰死状态下的 意识体验出现的频率和真实性 这些科学家和研究者的工作 展示了一种 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试图解开生命 死亡和存在本质的谜团 为我们理解灵魂存在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在探索灵魂存在的奇妙旅程中 我们跨越了科学与哲学的界限 从冰死体验到量子物理 从前世记忆到意识的奥秘 我们试图寻找那些 超越物质世界的证据 这些探索为我们提供了 对灵魂可能存在的新视角和理解 虽然每一项发现都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 但它们无疑丰富了我们对生命 死亡和存在本质的认识 如果灵魂真的存在 这不仅对我们理解自身和宇宙的本质 具有深远的意义 也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它提示我们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连接着更广阔 更深层次宇宙的一部分 这种认识可以改变我们看待生活 死亡 爱和连接的方式 它鼓励我们真是每一刻 因为我们的生命和经历 可能本比我们所知的要复杂和宝贵 最终灵魂存在的探索并不只是科学的追问 它是每一个寻求理解生命意义和目的人的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 无论我们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真正的收获在于探索本身 对未知的好奇 对存在的思考 以及对生命深层次的尊重和感激 让我们继续这场关于灵魂的探索之旅 保持开放的心态 勇敢地面对未知 寻找连接我们与宇宙的深刻纽带 因为在这个宇宙中 每个生命的故事 每一次的爱与连接 都是宝贵的灵魂之旅 我们对于死亡的惧怕 是源于 那个神秘的国度 从来没有人回来过 在寻求灵魂的道路上 每一步都是回家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